最后我们为show这个函数添加一个动画 那么现在我们的show函数是直接一下 将clipping region的二值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值 然后给它挥制出来 那么添加动画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让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一个变化 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最简单的添加动画的方式 setinterval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每隔一定的时间来举行一个函数 那么使用这个函数来制作动画呢 有它的缺点 我们在这里不做深入的讨论 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仔细的讲解JavaScript中动画相关的内容 在我们的这个demo中呢 使用setinterval就足够了 在这里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每隔一定的周期进行一次执行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毫秒数 比如说我们将它设置成30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每隔30毫秒会执行一遍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具体的动作呢 和我们之前一次性完成的这个动作呢 是类似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让它一点一点的完成 也就是每一次将Clipping Region的R的值增加20个像素 之后再进行一次Jaw这个函数的操作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Jaw这个函数中 首先进行了一遍Clear React 也就是把整个画布进行了一次清除 之后我们重新设置了这个新的Clipping Region 然后再采用Jaw Image 将这个图像再次绘制了上去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动画过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磁水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程序运行以后初始的情况没有变化 当我们点击Show之后 就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动画 让清晰的图片展示了出来 是不是非常的酷 不过现在我们这个程序还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在每隔30毫秒执行的这个函数里呢 打印出一个信息 我们使用Console的Log这样的一个方式 打印一个 我们打印一个Animation 表示我们在执行一个动画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程序运行以后 我们在Chrome浏览器中使用F12 进入开发者这个模式 之后大家选择Console这样的话呢 可以显示出控制台的输出信息 此时再点一下手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动画完成整个图片清晰的显示了出来 但是在控制台中 这个Animation在不停的打印出来 事实上我们这个动画没有停止的机制 所以它会不停的执行 这样既消耗我们计算机的资源 那么在执行的次数非常多之后 也可能出现一定的bug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修复这个程序 我们关键是要寻找一个机制停止这个动画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加入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的ClippingRegion 它的add值已经大于1000了的话 那么此时我们要停止动画 Giascrip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ClearInterval 使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停止一个动画 不过在这里需要传入一个参数来标识我们停止的这个动画是什么 而setInterval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值 大家可以把它就理解成是一个ID 来说明我们set的这个Interval的实践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管它叫做theAnimation 这样写以后 theAnimation这个变量里就存储了setInterval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在ClearInterval的时候传入这个theAnimation来停止动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程序运行以后我们依然是打开了控制台 之后点击show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动画整个图像展开来 而Animation这句话只被打印了40多次 之后就停止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呢 就完全的没有问题了 大家可以玩一玩 使用reset来归位 使用show来显示出清晰的图片 是不是非常的酷 最后提一点 我们在判断这个Clipping Region的半径的时候 大于1000 这个1000呢 是基于我们的当前Converse的宽和高600800 来计算出来的 那么大家一定想到了 在这里可以不使用硬编码的方式 而使用变量来表示这个值 这样整个程序呢 灵活性会更强 大家当然可以使用勾股定理 用converse的宽的平方加上高的平方 再开根来计算这个值 不过呢 这个计算量太大了 有两次乘法 还有一次开根操作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寻找一个更加宽松的上界值 那么这里我只是抛砖引玉 我寻找的是这样的一个值 用2倍的max 去整个converse的宽和高 这两个值的最大值 这样来计算出一个界限 大家可以想象 也就是我们整个converse宽和高的最大值的两倍 这个值呢 一定比勾股定理算出来的那个斜边的值还要长 所以它是一个更松的上界 虽然更松 但是这个边界条件呢 计算起来容易很多 所以也在我们的忍受范围里 这样我们这部分代码也就不再依赖于硬编码了 我们的converse的宽和高随意的改变 也不会影响这里的逻辑 好了 到现在 我们在PC端的这个红包照片的效果就已经完成了 相信大家跟着我的课程把代码敲一遍 也能完成同样的效果 下面我给大家留一些思考题 看看大家能不能综合之前学习的内容 将这个demo进行更多的扩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